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充足攻略 那學長的頻道會在每週四更新一些咖啡的薪資 手中的技巧 所以如果各位對精品咖啡或手中咖啡有興趣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你每個禮拜就會收到一些學長新的知識囉 好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什麼呢 是關於手搖磨豆機怎麼樣讓你更輕鬆 以及研磨更均勻的六個技巧 那首先先跟大家聊一聊 手搖磨豆機其實它的需求 當然現在電動磨豆機非常的多 那手搖磨豆機就剩在什麼呢 一 它的價錢比較便宜嘛 你可能用比較低的價錢就可以入手 二 它的攜帶很方便 電動磨豆機畢竟比較大 如果你要外出的話還是比較 不太可能背著它跑來跑去 那當然它就是需要每天要研磨嘛 自己要手動研磨 那我們來聊一聊 我們可以做哪些動作讓你的手磨 磨起來比較輕鬆一點 同時間可以讓你的咖啡粒徑更好 好 首先第一點是建議各位 如果你買的時候可以買這種 上面是有顆粒的 就是它本身是比較防滑的 或者是它如果本身是光滑的 就是沒有防滑的 那你可以再去添購這個止滑條 因為手磨其實最吃力的一方 常常不是你在旋轉的時候 而是你的左手在握住你的磨豆機的時候 如果它很光滑 它不好握的話呢 你就會非常吃力 而且會一直打滑 所以這反而是最需要被重視的一個點 就是盡量減少你的左手的這個失力的部分 如果你有止滑條的話 你這樣握著 你會感覺到左手很穩的時候呢 你的失力就會減少非常非常多 那另外一部分 像有些磨豆機呢 雙磨豆機它的這個管徑是比較粗的 比如說像C40 就是一個典型的 比較適合歐洲人的手 那手很大的 那像亞洲人的手呢 握C40的情況下其實都會比較吃力 但是因為C40它本身就有那個止滑條 所以即使是這種比較粗的情況下 搭配手滑條 也可以減少你的失力上面的痛苦 所以像這個 這是BB咖啡自己做的止滑條 放上去以後一個或兩個 如果手稍微寬也有兩個 這樣握著的情況下 你會發覺說你的整個失力的 省力程度會增加非常非常多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是研磨之前呢 我們盡量我們握的位置 左手握的位置 盡量靠近我們這個搖臂的部分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有些人會抓肚子 或是抓下面 你抓下面的時候 你會發覺說 我的失力的位置 跟我的手的位置會打架 你會發覺我這個手會很不穩定 你就必須要一直很用力的抓著這個 抓著磨豆機這樣子 會晃來晃去 這樣子你的力量會被分散掉 這是很不科學的 所以盡量呢 我們在不打到你左手的情況之下 不撞到你左手的情況之下 盡量握高一點點 譬如說像這樣 其實已經 幾乎已經摸到最頂端 但是可以看 這樣子我的搖臂不會撞到手 撞到就是在低一點點沒關係 在不撞到的情況之下 這樣子 其實你的失力呢 是最順暢的 你會發覺說 我這個中心的支點 是比較能夠支撐你的磨豆機 這樣就可以省很多力氣 這是第二點 盡量我握的時候握高一點點 那第三點是關於 大家都會覺得說 好像我這隻手不能動 然後我只能這樣子磨 其實事實上來說 我研磨的時候 它是可以兩隻手互相輔助的 因為它其實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假設 我左手這邊不動 我是不是右手這樣子磨 這樣子磨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發覺說 我的左手啊 會受到我的右手 在旋轉的時候的一些影響 這樣轉的時候 是我左手也會晃動 所以你就必須要很用力的 可以抓住你的左手這樣支撐 所以這個動作其實本身呢 會讓你特別的費力 所以希望建議大家 左手跟右手一起施力 好 我們來想像一下 假設你的右手不動 我只動左手的話 就是這樣 我現在是右手不動 那我左手如果要讓它磨的話 我是不是左手要這樣子轉 對不對 那如果我是左手不動 只磨 只動右手的話 是這樣子轉 OK 那如果把兩件事情結合在一起 就是我在磨的時候順便 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跟右手 都有在這個畫順時鐘的方向裡面 一起在做施力 這樣子呢 你就不會左手影響右手 導致於說我左手抓得很死很死 它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你就會比較省力 這是第三點 好 第四點呢 是關於我的握的方向 我們盡量握的時候呢 就是垂直的 這樣子我裡面的豆子 往下進到刀盤的時候呢 是比較平均的 好 那我們盡量不要這樣斜斜的 一點點還沒關係 盡量比較這樣子 有些女生啊 或是有些比較沒力氣的男生 會這樣子摸 其實你像落豆的平均 會下半波會落比較多 導致於這邊卡了非常非常多的豆子 然後上面會沒有豆子 刀盤其實在不平均的情況下 它更為會卡得更死 會比較吃力 而且呢 因為你落豆的角度呢 會比較直偏一邊 所以你反而呢 這樣子會讓你的研磨度比較不平均 所以我們盡量都是直直的 這樣子摸 那不要這樣子摸 有些人還會這樣子 覺得握不住了 要頂在肚子上摸 或夾在大腿上 夾在大腿上稍微好一點 因為畢竟它還是垂直往下的 盡量不要斜斜的 那這樣子呢 刀盤它的吃豆子也會比較平均 你比較不會有卡豆的問題 也比較不會有不均勻的現象 好 這是第四點 那第五點呢 就是當你開始磨開的時候 就盡量不要停 因為其實第一下是最緊的 那個摩擦力是 近摩擦力還沒啟動之前呢 它是最難咬鬥 但是一旦兩個刀盤呢 他們互腳開始做工的時候呢 你會比較省力 所以我們在磨的時候 盡量不要停止 就我要磨了 我就一口氣 30秒 40秒 把它磨完 然後順順的磨 你不用快 但是就不要停 你反而是最省力的 但是如果偶爾碰到一個狀況就是 卡下去你真的磨不下去了 好緊喔 這個時候你也不要硬推 會很吃力 稍微往後推一點點 讓刀盤稍微鬆 把咬到的豆子稍微鬆開一點點 往後推一點點 再把它順磨 就這樣會比較省力 你不要一直 推一點推一點推一點 這個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的 就反正往後推一點點 再順磨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們就是一口氣 把它磨到完為止 中間盡量不要停 反而是最省力的 所以以上五點呢 都是一些大家可以去注意的技巧 真的對各位的幫助會非常非常大 可以發覺說手磨其實沒有這麼難 但是學長還放了一個第六點 為什麼呢 因為學長也無法否認了 就是還是有一些 比較古早味的磨豆機 或是一些比較 入門的磨豆機 甚至就是比較便宜的磨豆機 它的設計本身呢 可能還在二十年前的設計 可能它的做工本身 或是晃動的程度 還是比較差的 所以如果你還是買那種非常 不OK的磨豆機的話 其實我剛才說的這些東西呢 都可能是無效的 但是譬如說像學長雙胸這樣 這支 栗子 栗子這是二代 栗子 栗子 C2 C3 1500 1800 等雙磨豆機 就已經可以做到非常省力的程度了 所以如果各位 真的碰到那種你無論怎麼努力呢 你還是覺得很費力的話 還是可以考慮一下 要不要乾脆把你的老獨棟淘汰掉了 因為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息 稍微投資個好一點的磨豆機 其實呢 你會發覺世界還是比較快樂的 好 那以上六點呢 就是可以幫助各位在手上磨豆機的時候呢 會有更好的品質 以及更省力囉 好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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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